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爸打电话 害怕变老 最可怕的是我出生在这个时代 最害怕怀疑自己 大部分情况下 我还是觉得说 人是要给自己留一条推路 没有哪个成功的概率是大的 勇于接受失败 并且去改变 值得我放手一搏的时候 我会破釜沉重 自知自信 当恐惧或者焦虑出现的时候 首先自知 其实自知会比自信更重要 更希望自己有自信 我觉得一个人先有自知的能力 然后再有一个自信的大心脏 有了自知就不会做冲动的事情 自信的话会让自己更勇敢 你的自知和别人 对你的看法和期待 之间是有很大的合合 不能一开始就盲目自信 对 你得知道 你自己是几斤几两 听到没有 教育谁呢 听到没有 都比你大 理想主义者或是现实主义者 我不鼓励大家做任何一种 随遇而随遇而 就是开心心 就是最重要 我觉得这实在特别好 就是当你那个理想 变成了现实的时候 面包就会在呢 因为你吃面包 不意味着你放弃了理想 当你意识到说 我好像这么做 就会有一点点概率能成功 去拿它 拿到它 让别人成为分母 当时刚来到北京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 那种感觉就像是你自己 在黑暗中行走 人生中做过最勇敢的事情了 坚持到现在 我隐移行你 这是我这一辈子 做过最勇敢的事情 那件事情可能还没有出现 我觉得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和loser其实比较好定义 当你接受自己是loser的时候 你就loser了 但是自己看自己 自信开心的人 其实就是成功的 我的人设就是我自己 2019不具一切 不具未来 不具迭代 不具挑战 不具回话 相信自己就是最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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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自己就是最闪亮的